那对于很多企业来讲 我们 你注意 有没有一些隐形的资产 那也就意味着 什么叫隐形的资产呢 就是 它可能是一项经济的资源 但是我们把它 没有记录到 会计系统里面 在会计记录里面 或者会计报表里面 没有反映出来 作为一项资产的一项内容 但是它对企业来讲 又是一项有价值的东西 那这些可能会有什么呢 那我们可能自然而然而想到的 品牌 品牌会不会是一项隐形的资产 但是你看 刚才我提到非流动资产的时候 提到有个无形资产 那这个品牌可能 应该是无形资产吧 但你注意 品牌 我们为什么称它为是一项隐形资产 没有在会计记录里面 把品牌呢 给它作为一项资源记录下来呢 你想想品牌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光华观点学院 它也是一个品牌 可口可乐是一个品牌 很多很多的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在不同的人心目里面 它的价值 可能是不一样 光华观点学院 可能在我心目里面 这个品牌的价值 可能是很大的 但是可能在另一个跟 光华观点学院没关系的人 那他可能就觉得 他也不知道光华观点学院是什么的 他可能觉得这个品牌 就是价值就是零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 那你会发现 那到底我们这个 如果我们要把这一项资产 记录到会计系统里面 把品牌记录进来的话 那到底是按在我心目里面 它值十个亿 还是在你心目里面 值一分钱不值呢 那我们应该记录哪一个呢 那这种争议就出现了 这种争议出现的时候 那也就意味着 在资产的这个定义里面 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可以货币计量的 这一项经济资源 可靠计量的这项经济资源 这个可靠就没法保证了 因为可能我觉得是一个亿 你觉得可能一分钱不值 换了第三个人 可能觉得五千万 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记录 哪个金额来记录 这就回到上次我提到的 一个谨慎性的原则 就当出现这种判断上 有争议有差别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是选择谨慎的 保守的一种做法 就是尽可能少的 尽可能晚的记录 企业的好处 因为品牌来讲 既然你说它是有价值 对企业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我就尽可能少的记录它 尽可能晚的记录它 那这是一个谨慎性的一个原则 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所以品牌我们一般 是不会把它放到 这个资产等于负债家 所有的权益里面 作为一项资产来考虑的 品牌是企业的隐形资产 那除了品牌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隐形资产的存在呢 我们有的时候都在说 像巴菲特这种大事 投资大事 那它最为它那个企业 是有极其有价值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 它企业的财务报表里面 巴菲特这种投资大事 它有没有作为企业的一个资产存在呢 像这种管理财能 这个思想力 那这种 它是隐形的资产 为什么说它是隐形的资产 你像管理财能 这种明星的企业家 明星的管理人才 明星的技术人员 明星的员工 那它为什么是隐形的资产呢 那我们就得回到资产的这个定义里面 资产是什么呀 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能够以货币计量 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这些资源 那很显然 作为管理财能 它是能够企业 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但能不能以货币来计量呢 很显然是可能的 对吧 你像很多时候 如果我要去挖这个人 我比较出500万 挖这个管理团队 挖这个技术团队 从一个企业到你这个企业 那你付出去的500万 那就代表了这个团队的一个价值 是有可能可以衡量到的 但是问题出现在 你作为一个员工 作为一个管理者 作为一个企业家 作为一个明星的技术团队的成员 他是不是你企业拥有的 那很显然不是 因为如果你能够拥有这个人的话 那意味着这是什么 这是奴隶制度 因为你企业没有办法拥有 但是你企业能不能控制它呢 就叫打问号了 你一个明星的员工 明星的这个技术人员 明星的管理人员 他到底这个企业里面 他把他的才能能发挥80% 还是发挥100%还是发挥120% 这你企业能不能控制 你企业没有办法控制 你企业只能是什么样 只能是引导督处 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 没有办法控制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作为 你企业的资产 在会计系统里面把它记录 也只能是称为我们所说的隐形的资产 那与这个相关的 可能有的人你会如果去看 如果你喜欢足球的话 你如果喜欢篮球的话 那你会发现 有很多足球俱乐部 他也是上市的企业 他也是一个企业 那他手底下的这些明星球星 球星每年都会有转会费 那这个转会费 这些球星 它是转会过程当中 球员的价值在他的会计系统 有没有体现的 有 但是你注意 在他的一个足球俱乐部的会计记录里面 球员的价值是以球员技术费的形式出现 也就是说你对企业有价值的是这个球员 他的足球技术或者篮球技术是有价值的 你企业你拥有 能拥有这种技术的使用的权利 那这呢是可以作为无形资产的一部分的考虑的 但是这个球员本身不是你企业的资产 这个区别是要意识到的 那这是可能第二类的隐形的资产 第三类的隐形资产可能来于哪呢 有很多企业会说 我跟我的供应商啊 我跟我的客户啊 这些关系很久远了 那这种牢固的供应商关系 客户关系老客户了 那有没有价值对企业 很显然有价值 那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把它作为会计意义上的一个资产呢 那这个时候你去想 那这些供应商关系也好 客户关系也好 那在这个里面 这个关系啊 是落在什么身上 是落在企业身上的 还是落在人身上的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那如果是落在人身上的 你随着这个人走了 那么这个关系不存在了 就不起作用了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企业没拥有它 不符合企业的所有权或者控制权 另一个呢 对于这种客户关系很紧密 然后呢供应商关系很紧密 那这种紧密 它价值到底值多少钱呢 能不能够衡量出来呢 这个挑战也是比较大的 正是基于这两点 我们对于一些紧密的客户关系 供应商关系 这个渠道 我们已经做了五年了 做了十年了 很熟了 那这些也是作为隐形的资产 与它相关系的很多时候 有说 那我们这个社会关系网 我们的一些政治关系 我们的这个创始人 跟谁谁谁是好朋友 那如果他出面 就打一声招呼就解决了 那你会看到 这一些社会关系也好 和这种政治关系也好 各种商业关系是一样 这个关系 首先得问它落在谁手上 是落在企业头上 还是落在人头上 如果落在个体手上 那这个人如果离开了企业 那这个企业不就没有了 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是控制不了 没有收入权 但如果企业能够拥有或者控制 就会面临第二大挑战 那这种关系 你以什么方式衡量呢 有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可靠的 大家都能够认可的这种方式 把这个金额给衡量出来 如果有 那我们可能可以作为 会计上的资产的考虑 但是现实条件是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得出一个 可靠的货币计量 这种关系的一个价值 那第四类呢 可能来源于什么呢 可能来源于 我签的一些重大的商业合同 比如说 光华管理学院 与某一个医疗机构 一签 签了一个五年的商业合同 这个合同什么样呢 就是保证光华的所有的教员 可以去他那里体检 那就注意 那对于这个医疗机构 对于这个企业来讲 这五年 这个有没有价值 这很显然有价值 因为未来是能够给你带来资金的流入流出的 但是 这个合同本身 我们在会计里面 没有作为一项资产来考虑 为什么没有作为资产来考虑呢 这就回到 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就这个合同有没有执行 这个合同有没有实施 有没有完成 如果没有实行 没有完成 那意味着资金的流动 还没有发生 那没有发生 你只是签了一个合同 那里经济交易还没有完成 只是一个意向 这个合同还没有正式的履行 那这个合同本身呢 也不能作为会计的资产的一部分 也是构成隐形资产 那小结一下 那很多各种各样 我们在商业活动过程当中 可能碰到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有价值的这些资源 我们在会计记录层面上 没有作为资产 为什么没有作为资产呢 是因为它不符合资产的几个条件 比如企业有没有所有权 或者控制权 比如你能不能够可靠的 用货币来计量它的价值 比如这一项资源 它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记录 那很多时候我们谈资产也好 都是在谈一个时间点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时候没到 时机没到 时机到了 那它可能可以作为资产来记录 那这些是隐形资产